民法成年年龄下修为18岁 定于112年1月1号开始实行 而成年人除了可以自行购买手机 租房子、银行开户等等 在税务层面以地方税为例 包含房屋税、地下税、土证税都会受到影响 民法成年年龄下修为18岁 定在112年1月1号实行 成年人除了可以自行购买手机 租房子、银行开户等等 在税务层面以地方税为例 包括房屋税、地下税、土证税都会受到影响 自住住家用房屋税 现本人配偶及一位成年子女 全国三户以内 所以满18岁的成年子女 就可以单独计算户数 在地下税方面 满18岁的成年子女 就可以作为地下税支用处宰 第二处的涉及人 不再受一处的限制 土地增值税自用住宅用地 一生一屋优惠税率的适用 必须土地所有权 人本人与配偶以及未成年子女 没有该出售房屋以外其他房屋 但从112年开始 子女满18岁之后所持有房地 不再受此限制 那如果说土地增值税 要使用一生一屋 百分之十税率的优惠 必须在出售时 土地所有权人配偶及未成年子女 就只有没有他处的房屋 税务局提醒依现行法规 111年成年人为20岁 如果要申请按自用住宅用地税 率课征地价税 可由自己或配偶的父母 祖父母办居户籍登记 仍是用自用住宅税率课征地价税 记者高双双玉礼镇采访报导 感谢观看